大家好,我是琪琪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做起来超简单 吃起来不一般的土豆饼 更加的酥软酥脆 总之就是真香啊 反正土豆加油在我这就是YYDS 你们说呢 先来把土豆切成薄片 之后切成丝 当然如果你家里有刨丝器的话 就直接刨就好了 再准备一点胡萝卜 也切成丝 切好的土豆丝可以多清洗几次 然后泡一下冷水去除多余的淀粉 这里还是需要加一些面粉 一是为了方便定型 二是更加的酥脆 拌匀就可以了 不要过度搅拌 否则也会出水 调成这种比较浓稠的面糊状就可以了 一定要在煎制之前再来调 否则的话它也会出水的 这样做出来的土豆饼超级的酥香 还能吃到一整颗的鸡蛋 反正上桌肯定是秒光的那种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